現在很多人說最缺乏的真是人才 要找人去幫你們忙是否真的很難呢 我想幾個層面去說 人才確然是難的 我想整個業界會發展得很快 尤其是當這麼多金融科技 Virtual Insurer 也好 Virtual Bank 也好 以至到很多銀行本身Traditional Bank 也有很多Traditional Banking的Initiative 全部都是其實欠同一批人 所以突然間多了那麼多需求 我們的訓練 University Graduates 是否可以catch up得及呢 To be honest 這一行競爭是很激烈的 競爭可能是僱主去 hire一個white candidate 和 turnover rate 確然是比較高的 even though 現在市疫情之下不太好 但是Fintech 其實都 完全沒有問題 一間食牆位 沒錯 我一直都收到我的同事的辭職身份 對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是有個需求在這裏 這裏是為何需求都很大 那你說哪個地區會是最熱的呢 我覺得大家就不需要太著重在Taxe 因為其實Fintech是整個industry 整個生態圈 我們在說需要的人才不是真的做Programming 寫曲那些 我剛才提及過Fintech其實Information Security 以至到做Translator 那個位置 Translator 不是我所說做翻譯 一些Programming language 做翻譯 是你如何翻譯客的需求 into technology 又或者Translator 那個Technology 的capability 去到真的播客的應用 即是數據分析 亦都涉及營銷的 是的 甚至乎 電子化 放在一個手機平台 其實沒有人的元素 你有多東西要解釋清楚 要令到客戶一步都知道自己在做甚麼事 還有下一步應該按甚麼按鍵 其實這個都需要一些Translation Translation 就是你可以掌握到客戶需要甚麼 然後你要運用到技術去把它演繹出來 很多人 譬如你收集數據 做分析 然後看看如何可以將一些產品或服務做得更加好 等等 其實這些是比較基本的 譬如我上網找找找有甚麼Fintech相關的工作 即是來來去去都是Programmer 即是甚麼科技師那些 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些很Fintech的keywords 那些人有很多都是要讀一些和科技相關的 如果真的是Technology 非常具體的那些 好像你所說 Data Science 那些 可能就真的有多一些Programming的 技巧業 是的 那些通常 其實我們都看到很多中途轉進來做 Specialized on Data Science 之前可能是做開analytic related的一些 role 然後再進修一些Data Science 一些Python 或者其他AI的language 然後再進修一些技巧的技巧 但是我覺得更多其實是Project Management 我剛才說 要這麼多不同金融科技的Project 突然間要開展 其實那個Project Management的role是很重要的 因為科技真的速度做Programmer 其實現在很多公司 它都未必真的Focus在香港去做 找人做開發 可能找外地 可能找印度 所以Coding Programming 肯定是這個需求 但是這個 我仍然可以在外面 找到資料 但Project Management 就真的需要本地的一些資料 去幫忙去看著這個Project 其實本來有些朋友 或者小朋友 年輕人正在讀某些科目 他們就想涉入Fintech行業 也不用太害怕自己入錯了科 那些 例如我是讀Finance 但我很想做這個 那接著我是否要讀Coding 很多這些問題 其實你會怎樣建議他們去做呢 就是應該去找一個Fintech的課程 一開始就喪煲這一刻 有些人就會告訴我 那些是很膚淺的 好像不是很有用 那究竟是應該怎樣做 製作自己是最適合的 我想沒有一個 一定的答案 但是拿我自己 作為例子 其實我畢業的時候 哪有Fintech呢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 是不斷進修為需要 以及持一個開放態度 我覺得現在的大學生的訓練 其實應該更加著重你的思維 你的Flexibility 譬如我當年 你猜不到我讀 其實是讀Cognitive Science 那Cognitive Science 讀什麼呢? 其實就是Psychology 加上Computer Science 是沒有金融的成份 是沒有金融的成份 但是最後我就進入了Telecom Telecom 其實也跟很多不同 Vertical Industry有關 Eventually 就跟這個Finance Course Over 那才是Payment And then Insurance 就是Banking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也不用太著重 就是在你的Foundation 的訓練裡面 真的要專注 哪個地方 反而是你之後 入了行 在這個開始 然後你怎樣去再進修 補充自己需要 個別行業的知識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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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傑